今天是3月17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14分 我们来看下上午的盘面 A股全线反弹 掀起了一个反弹的高潮 但是市场却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 创业版涨幅不是很大 资金的焦点重心还是在上证这一块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就是市场的重心焦点在哪里 大家看这是今天的一个上证分子图 昨天割肉的朋友估计又哭晕在厕所了 其实我在昨天前天多次强调过 多次说过说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60天线 这位置是可以去抄底的 大家看在这一天是不是打了60天线 在这一天是不是也打了60天线附近 如果你在这些位置去抄底的话 是不是可以吃肉吃到大肉 但是你要是做反了 在这个位置不敢去 在位置割肉 在位置去追高 这位置再去割肉 那你的节奏就错了 所以你不仅仅没赚上钱 还是亏钱的 好 接下来怎么办 同样的原理 同样的思路 记住 只要在附近你继续抄盘中极大冲高 你可以选择落袋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行情 它其实就是走震荡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段时间的上阵是不是有个特点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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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打到这个低点 它就迎来反弹了 以后来反弹后再次往下刷 对不对 所以这个节奏你把握住了 控制住了 你想不赚钱多难 可能很多朋友说 别说赚钱的 这段时间我是亏钱 那为什么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方向不对 板块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板块的一个情况 今天上午板块最强的是互联网电商 还有这个菜的GPT等相关的一些板块 说白了就是什么科技 对吧 还是什么数字经济 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板块 所以我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包括昨天啊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在撒低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走吧 低吸潜伏倒车接人 好再看一下后排啊 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要 其实要也没跌多少 只不过是昨天涨了 今天顺势调整一下 记住这反而又是机会 什么机会啊 昨天你没最高的 今天调整 不就是给你低吸的一个机会吗 所以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控制这个节奏 是不是能够吃上肉 吃上大肉啊 接下来我们看重心 市场的焦点 核心在哪里 国际改革啊 这个不知说多少次 我们不说啊 近期有一个方向表现不错 那就是谁呢 一带一路 对吧 可能很多朋友说 一带一路怎么突然就起来 其实这个跟利豪有一定的关系啊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 国家促进的 中东国家的一个和谈啊 和解 这是一个重磅的信号 所以一带一路 我在前面几天也跟大家说过 他的走势很多跟 这个中石头相关的 很多跟这个大基建相关的 对不对 他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强制声 也就是我们说的 30天线 这个位置你可以去博弈 可以去参与 可以去低吸也好 可以去博弈 前半核心也好 都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一带一路啊 近期的走势啊 有持续走强的预期 大家看是不是 他已经 这里创造一个反弹高位 那么他就走出了一个 多头的一个进攻状态 其实他跟中石头 很多是叠加的啊 从个股来看 今天的一带一路啊 掀起了一个高筹啊 多支票涨停 其实我们从技术方面 可以明显的发现 核心龙头 对吧 北方国际 这段时间表现 非常的强势啊 在这一天 这一天出现反暴宝后 出现连续涨停啊 也就是说 五天出现四板 他毫无疑问 成为整个板块的核心龙头 所以啊 短线朋友 应该知道该怎么办的 对吧 那么一些 不敢参与追高的朋友 你也可以留意相关的 一些个股的 一个什么 低吸的机会啊 不仅仅是他啊 这支票的话 他还有很多票 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些可能会出现 一个补涨的一个走势啊 当然对于目前的一带一路 则是我觉得还是刚刚启动 所以大家可以重点的盯紧它 也可以盯紧一些前期的一些人气核心票 比如说什么 钟智侯里面的也是可以盯紧的 对不对 钟智侯其实它很多是叠加气产 也是很多是叠加一带一路的 这里我们可以需要重视的是什么 是一带一路里面的一些核心票 比如说像中国交界那种 对吧 前期涨幅是比较大的 近期它仍然属于一个上升的空间 也就是它这里是什么线 无线 守住的无线继续看多继续躺 这个没毛病吗 这个我在前面也说了很多次 像这种票大家可以去留意 或者说跟踪 包括一些新的票 中国中野 中国中铁 中国铁键等等 这些只要没破位 守住强支撑 任何可以看多 好 今天表现最强的一个点之一的是谁 人工智能 这个没说错吧 朋友们 人工智能我在昨天前面 跟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调整 这个位置震荡 就是机会 低息的机会 说的很多次 说的很明白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去做低息的话 你想想是不是可以吃到肉 甚至有机会吃到大肉 人工智能前面这里是走 第一轮是放量的 我前面一直告诉大家 做技术分析 我们也看量 那么从第一轮的走势 这里量放的很大 我们确定这是什么行情 这是反转行情 反转行情每次调整 每一次撒跌就是机会 低息的机会 有些票调整到位的 你去低息去潜伏的话 很容易吃到肉 甚至吃到大肉的 大家看一下个股的话 今天是掀起了一个高潮 多支票涨幅在10个点以上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吗 我说人工智能这个方向 重点在哪里 创业板 对不对 创业板 科创板这一块 说过很多是重点 今天创业板这些涨了傲 什么有机会涨20厘米的这种 如果你盯紧了这些票 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 甚至吃到大肉 那这些票可能很多朋友 把握不住 很难去什么 很难去参与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那你可以盯紧前期核心龙头 对不对 像这海天略生这种 很多人会说海天略生这种 我也买不了 对吧 它是科创板 那好 前期有一些票 尤其是一些人气票 调整比较充分的 到一些低位的 大家也是可以跟中的 也是可以留意的 比如说像中间通信中科远这种 对吧 可能这种会说这些票 对吧 前期涨幅巨大 我都不敢去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前期有一些创业板的一些人气票 比如说像福石这种 对吧 这种票的话 前期是不是经过两轮的上涨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轮 这是第二轮 它是叠加人工之产 其他人的GPT等相关板块 那好 它这种调整是不是很充分 刚好打到哪里 60天线附近 那么像这种票 是吧高位的你不敢去 那么这种低位 调整到位的 你是不是可以低吸 如果你在这种位置去做低吸的话 想想 是不是他一拉高 他一反弹 你是不是有机会吃肉 像是有机会吃大肉 所以说这看你怎么选 是吧 你风险比较大的 你去追高一些前排的核心的人气票 对于一些高位不敢去的 那么像这种低位的调整到位的 多可以去 去做一个跟踪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 263这种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 这种票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你像这种票 大家看 他前期出现一波上涨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波上涨 然后这里的话 出现调整 对不对 调整刚好在哪里 60天线附近 那么像这些 前期高费的 你不敢去他现场低位的 在60天线附近 你去做低吸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 是不是有机会迎来反弹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他只不过是等轮动 轮到他急拉冲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落袋了 记住 我说急拉冲高落袋 不一定不是叫你去追高 只是说到重要支撑位去潜伏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从今天上午的盘面看 主线仍然是集中在这些方向 对不对 当然 大盘想要强势进攻的话 在昨天前天 多次也跟大家讲过 要留一随券商 大家看一下 券商今天暂时充高了 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事 有人跟我说 60天线被套了怎么办 我其实在前面 也跟大家重点讲过 我说60天线 这个位置可以低吸 结果有人说低吸个什么票 全都杀跌了 亏钱了 怎么办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也对性的 我的一个思路 什么思路 我说在60天线 这附近低吸 你不用怕 不用慌 他有机会冲高给你解套 有机会冲高给你高位出唐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给机会的 这里是不是给机会的 而且 券商板块 我也跟大家说过多少次 你要留一下一些核心 人际票的走势 一些核心票的一个什么 一个反弹的一个点位 比如说像国联这种 他记得我前两天说过话 我前两天跟他说 这种票要注意要重视 他有特点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他前期在低位 低位 刚好调整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在这位置去低吸的话 是不是能够吃肉 甚至有机会吃到大肉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外洋先生已经涨了理财书 不是涨了财书 这个票我在前面说的很清楚 而且这个位置 这个点画的很清楚 所以大家操作上 一定要注意 当然 从整个盘面的一个节奏看 券商只能说是属于一个什么 只能说是属于一个跟随反弹 它属于一个控制节奏的一个状态 市场真正能赚钱的方向在哪里 其实还是在中字头 这个是我一直强调 大家一直跟大家说过 这个是目前市场的绝对主线 逢低就关注 逢低就潜伏 但并不要去追高 这个时候已经获利盘巨大了 所以他只要趋势没换 你认识可以看多 这就可以讨 但是冲高追高的话 存在一定的获利盘兑现的风险 大家看 中字头比东字头的一个票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一些风险偏好的朋友们 你可以去盯紧的一些核心 一些涨幅就到了 比如说像中国中野 中国海城 还有中铁装配 包括中国交界 这种是所谓大阶级方向的 近期表现不错 是吧 他们是跟随一带一路上涨 所以说这些票 你可以去做一个低吸博弈 还有就是一些 是吧 我不敢追高的 不敢追的好事 那我就等调整到位的一些低位的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像中国客船那种 这个没毛病吗 大家看一下 在高位我不敢追的 对吧 在这些高位我不敢追的 那这些低位调整到 重要低位的一个支撑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低吸 那么他现在超低反弹 我是不是可以赚这波反弹的钱 是不是可以吃到肉 吃到一个大肉 其实这些都是有机会的 只不看你怎么选 是吧 你是选择核心龙头 前排的票去跟踪 还是选择一些人气票 调整后的一个低吸的位置 如果你保护好这个节奏 保护这个方向 你想想 你想不赚钱 都是难的 大决数是 这是整个上午板块的一个情况 最后来看就是全线反弹 资金的重心还是在上振这一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个股跌的最多的跌的7.87 跌幅其实不大 整体来看今天上午是一个什么 全线进攻的状态 可以说 昨天割肉的朋友估计今天是很郁闷的 这也印证了一句老话 一句老话 什么老话呢 赚钱的永远是小部分人 因为什么 当你害怕的时候 往往就是机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前排的 目前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 已经超过了30个 对不对 相伟计昨天不知好了多少 你看我们看一下 前排的这些 几乎都是创业版的一个天下 其实创业版的个股 今天表现非常的不错 这也在前面跟多数说过 盯紧了创业版的一些低位放量的 尤其是叠加国企改革 数字经济 国人工智能 中字头 这些方向 如果你去按这个思路去的话 我觉得大家是能够吃到肉的 对不对 甚至有些人是吃到大肉的 中国来看市场的节奏路线任何没变 几个主线表现比较强势 所以大家要注意盯紧他 找关键的支撑位去潜伏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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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